台湾第一次举办国际博览会 时间长达六个月 我们从来没有办过这么大的国际比赛 这也是五十年来 花博第一次在台湾举办 地点在台北市倒数七天 而在倒数七天开幕仪式之前 有一个重头戏 他也是花博最后曝光的 因为当时还没有完工 苏仁常去看的时候说 怎么还没有收尾呢 他不了解那个地方 就是著名的国际环宇庭圆区 这个地方是要比赛的 每一年国际花博不管在哪里举行 全世界都会有很多国家跟城市参战 这一次台北的国际花博 总共有22个国家 26个城市到这里来参战 如果你到那个地方远远的看过去 有时候有一种感觉 好像它是一个小市博 这次参战的26个城市里头 有亚洲的 也有来自美国 也有来自欧洲的 其中荷兰好像势在必行 希望赢得首奖 首奖在10月5号 开幕前一天会正式的揭晓 那么到时候首奖有6万美金 次奖是3万5千块钱美金 那么荷兰空运来了 著名的郁金香 到时候很多台北的民众 去看花博可以看得到 我们今天特别要先为大家报道的是 亚洲的淮宇庭圆区 而里头让人家最惊艳的是 日本的设计 进入环宇庭圆区 很有参观世博的感觉 四大洲 22国 26个城市 同场较劲 展现各自庭圆造景的功力 繁复写实或抽象表意 排比出不同的文化思路 花花草草一览无遗 不必大排长龙就能得亏唐奥 日本造园设计师安藤隆二 继续着三个月来的悄悄打打 最早入园动工 也被公认最能展现日本人 追求完美的精神 所以我用了很长时间 一次做了 拆掉 然后再做 传统的日本造园手法 却融入他看到听到 台湾的故事 我的庭院里面的 有八八水災的地方 但是我去年在 网络上 看到了 八八水災的灾情 日式庭院向来以白沙石象征大海 海面上的树木 悬挂着一尊观世音菩萨 他看到 八八水災的灾情 全部啊 这世界的全部 他的慈悲心 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他在帮助 精妙的是 他运用了 礼要龙门的典故 八八水災的灾民 就是 地狱啊 他游到龙门跳过去 克服困难 然后呢 变成一条龙 所以呢 有希望 继续努力 追求国家快乐力的神秘国度 不丹 有机会前往的人 并不多 这回 他搬到台湾了 喜马拉雅山下的香格里拉 浑然天成的自然生态 成就 药草王国 以药师佛作为主题设计 精致的雕梁 反复的画动 全由不丹匠师亲手完成 药师园的造景 环绕佛庭 药师佛安座四大支柱中央 四大支柱代表国家快乐力的四大要素 园中华丽庄严的供养天女 象征着不丹人重视的分享精神 也是创造人间净土的重要动力 泰国是信仰虔诚的佛教国家 占地广阔的庭园 满是微笑国度的丰富意象 修着旌旗 船身装饰红线草 华丽尊贵的皇家伯船 只在重要庆典中才会现身 这里展示着八公尺的缩小板 紧邻泰国的越南 展现南部地区的农家景致 跨海组装一座古董级的乌语厅堂 传统圆锥形的越南帽 成为别致的灯具 不可少的水箱风情一并复制 买卖货物的船只 设计精巧的小桥 庭园里收纳着一方精巧的小世界 菲律宾庭园前 房检局人员正忙碌着 这里298株外来的鸡水凤梨 必须每天清点 一片叶子也不能少 设计是用鲜明的在地植物 衬托该国特有的围城建筑 台湾庭园不可不看 但什么是台湾庭园 入口处我们看到了茶树 檳榔树 铁路枕木 甚至一座货柜 还有一路蜿蜒的竹边 的确有浓厚的台湾味 在高山的地方的茶园 跟檳榔的组合 是一个很典型的台湾的 一个茶园的景观的那种元素 早期人对于茶来说 它是用来招待客人 身为这次的主办国 我们希望把这个人情味的表达的方式 传达给国际上面的来的观光客 货柜 它是目前还在研发的一个 催花的技术 兰花的外销是台湾的 比较大宗的一个花卉项目 希望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面 控制兰花的光线跟温度 当二三十天的传奇 到了运送的国家之后 这个花是一个非常的完整 像是进入竹边的缩小版万神殿 设计师说 外形灵感来自传统台湾古仓 记忆精湛的竹艺师傅 运用挺拔的梦宗竹 围成漂亮的几何 画样也有层次 垂直水平的贵竹 延续成交错复杂的乱编法 光影自艺穿透 映和着周围细细作响的竹身 还有每十五分钟飞略的铁鸟生意 直接有这样子搭一个抬头往上看的一个动作 把这个惊天未地的精神 在这一次庭园里面再做一次的呈现 下届花博主办城市 由名列世界四大古都的西安接手 古城环绕 刻满历史风霜的城墙 庭园设计折射厚重的文化底蕴 调和以柔美的自然植物 历史之墙上 班固的西都妇 庞婆异美的文词 夸视城市的壮丽 参考大唐芙荣园设计的水景 汇聚人气 形成无形的人文之墙 春风得意马蹄吉 一日看尽长安花 绿意多姿的植物爬满生态之墙 一花一世界 一木一浮生 环宇庭园区不仅看见花草 也映照出不同国家城市的植地纹理